在魔法小屋的花园里,有一棵与众不同的果树 在太阳光照射下,这棵树上生长着五彩缤纷的果实 而在月光照耀下,整棵树都会散发出魔幻通透的光芒 每一种颜色代表着不同的魔法 品实一个金色果实 同时加上咒语,可以纵向穿越时空一天 品实一个蓝色果实,同时加上咒语,可以自由飞翔在蓝天中一整天 品实一个红色果实,同时念上咒语,就可以和树木花朵用语言进行交流一天等等 当然,花园里还有不具备魔法的普通果树 这是金黄苹果树,这个是蓝莓树,这是红苹果树 仙姑尽采摘了一些水果,准备榨水果汁给精灵们品尝 这杯是金黄苹果汁,这杯是蓝莓汁,这杯是红苹果汁 精灵们围坐在餐桌旁津津有味的品味着香甜可口的水果汁 魔幻果园不仅仅是一个水果园,更是充满智慧和魔力的地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